大家不要看它這隻腳仔細細又少看它 它的功能都相當齊全 一點都不義氣 剛才大家可以見到它有一個反折的設計 可以收起來的時候更加細枝 腳管中軸都是用了碳纖 所以是非常之輕巧 有三折可伸縮的設計 旋扭式的設計 同時亦有三段式的腳架高度 可以選擇 你可以因應不同的地形和不同的需要 去選擇角度 中軸也可以升降 波頭也是絕對沒有節儉的 它也是有一個可以承載8公斤重的波頭 還有大家可以見到它有一個可以水平旋轉的功能 還有一個可以鎖住它不能轉的一個旋扭 所以你可以在全景相當時非常方便 然後大家如果是想用一個超低角度去拍攝的時候 你會發現中軸是頂住的 但是它有一個很貼心的地方 就是它這支中軸的下半部是可以拆的 所以當大家拆了它出來之後 一來它可以有一個超低的角度去拍攝 二來也有一個超穩的形態可以出來 這支腳最高可以都開到差不多有50cm高的 所以對於一般如果我們去到一些開闊的位置 如果是有些大石又或者可能有些桌面等等 一些平台可以讓你放我的腳架上去的話 其實都是相當之夠用的 這支這麼小的腳架我覺得應該都會是一個挺幫到大家的工具 除了因為它輕巧所以你可以多一個選擇去拿出界之外 因為它這麼細枝其實對於影星是特別有用的 影星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希望想有地面的元素和星空一起配合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需要把相機降到很低 然後一個樣角去炒上去的天和地 變成一支可以很低角度拍攝的腳架其實是一個很有用的工具 還有一支短的腳架其實它的穩定性是會高過大支腳架 因為它這個距離這麼短其實它陣容的幅度會比較細 還有它有時風吹等等你越矮受風的程度就會越細 所以影星的時候這一支細的腳架其實是一個挺好用的工具 就算我們平時拿著它上山或周一街去都好 其實它如果你找到一個適當的位置 可能是一個開闊位或者是一個平台的話 你放出來其實你開高它或者你用回桌面高度 其實它都是一個相當齊全功能的一支腳架 變成了其實就可以是一個很輕便的選擇給大家 變成可以讓大家在一個傳統大型的腳架以外 都有多一個選擇 穿著花架 還是會寒穩接著 穿著花架